4月24日,四川成都文旅公布了一则熊市任命,宣布大熊猫花花担任成都市文旅局的荣誉局长。 文旅局邀请熊猫花花担任了咱们的旅游局的荣誉局长。 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。 消息已经公布,花花的粉丝都很激动,大家表示,从此要称呼花花为花局了。 既然担当局长大任,花花的简历也跟着被公布了。 花花的履历写的是,成和花,女性,三岁又九个月,四川成都熊,目前在全日制幼儿园,在读博士学历,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熊大代表,曾担任大运会宣传大使,2024年春晚特邀嘉宾。 花花担任成都市的文旅局荣誉局长,一点都没有水分,可以说是众望所归,明智实归。 作为熊猫界的顶流女明星,花花实打实地为成都文旅带来了经济增收。 这几年,她以一己之力带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门票销量增长了9倍。 无数猫粉从天南海北赶来,排上两三个小时,甚至更长时间的队,就只为一堵花花的芳容。 高峰期还只能现实观看三分钟。 花花的各种周边公仔、手机壳、钥匙扣,线上线下都销售火热。 她的个人写真集《熊猫花花》也是网红爆款。 甚至,文旅部门还统计过,花花每带来一名游客,就至少为成都带来1075元的经济增长,这样耀眼的政绩,早就应该提拔了。 花花荣升局长,大家纷纷在考虑妹妹和叶以及花花的饲养员谭爷爷应该怎么分工,担任什么角色。 谭爷爷照顾花花饮食起居,早就是谭助理的身份,而妹妹比较适合当秘书,已经有人把荷叶称为叶秘书了。 虽然,大家玩梗玩到飞起,但其实心里都明白,花花这个局长,只是邪区的说法,事实上就是个代言熊的角色。 花菊今后的日常工作,不会有什么变化,她就还是吃竹子,卖萌,被夺损,释放自己的可爱魅力就行了。 让可爱的动物担任公务员这样的去世,花花可不是头一个,早就有了。 2011年,英国唐宁街首相官邸的流浪猫拉里,就混成了首席补署官, 她在唐宁街坐镇十几年,历经五位首相,上任之初就抓了三只老鼠。 此后虽政绩平平,工作停留于战术性规划阶段,但其出色的软外交实力吸引了众多粉丝,地位一直很稳固。 日本和歌山县贵制车站的猫咪站长小玉,因为特别可爱,2007年成为了网红站长, 让原本濒临倒闭的贵制川县成了国际文明的旅游景点,任职五年的时间里,小玉创造了辉煌的经济效益。 跟这些成功的前辈相比,花花的实力只会有过之无不及。 现在花花当上成都文旅局的荣誉局长,就希望成都文旅部门要加油工作了, 要不工作搞得不够好,不但自己脸上无光,还会连累花局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